我是想帶一下都市規劃的一個情境來看公民參與的審議 或者是大家怎樣討論地區願景 現在台北市郭文哲自己提2050的一個想法 正在進行中到底未來會長怎麼樣 兩三年之內會怎麼樣進行都不太確定 不過先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提到很多審議工具上幾場 其實在公共規劃界有一個方法叫GELP DESIGN 那包含一些公眾參與的GIS或店戶室規劃 委託一個辯護人去幫大家去做一些公民輸送等等 不過回到台北這樣的一個景點 我前面會帶一些老的地圖跟照片 就說19世紀的時候是這樣子一個空照的 其實不是空照是一個地圖 後來開始有些聚落甚至地影的出現 然後我們看到三四階的河流旁邊的聚落 慢慢往所謂現在的東區擴張 那美軍要轟炸我們之前 他們先拍了一下照片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密集化的都市 所以以前你看還是蠻多農耕的地帶 不過現在基本上就是長出房子 你說這以前還跟大家談什麼公民參與 大家一起來規劃城市 沒有以前是蠻血淋淋的一個殖民的過程也好 或者是一個政權農夫的過程 現在要談公民參與的這樣的情境的時候 我是覺得是回到一個都市發展的過程 那公民你要 你是要 因為你買房子在台北 所以你有權力參與 還是你戶籍在台北 還是你是工作在台北 但是你不是很喜歡台北 就是說你要參與什麼事情 那城市有非常多議題 有一些基礎建設的事情 有一些是投票選里長這樣的一個公民意志的事情 要怎麼樣開始梳理這些 因為總不可能每個人什麼都要參加 但是真的是蠻複雜的 不過我是覺得說可以用一個 比較像蒸籠式的想法 就是說有一些是很基礎的 就像剛才看到 在底層的是我們很難去改變的一個大的趨勢 跟自然條件 但是上面有一些是我們的價值判斷 我們需要希望的一些生活精進 所以慢慢把這樣的架構梳理起來 不過特別是公民自己推動 他們常常會顧略就是市民參與的意義跟重要性 所以我是覺得 不管你城市院景要怎麼談 但是你一定要把這個 參與機制的改善跟改進 甚至說實在我們現在的都市區規劃 也沒有做得那麼好 這部分的改進應該是 槍牽或者是包含在這個院景的裡面 那所以就是都市是真的非常複雜的一個地區 我這邊是初步跟一些朋友在iPad上面也開了一個頁面 那我們就慢慢收集別的城市大概怎麼做 所以有做了一個簡單的 其實都沒有真的仔細去看 只知道城市然後他們喊出來的時間這樣子 例如說有一個喊最遠 就是喊到210 其實可能他們有這個條件嘛 我知道 反正就是像Wiki City之前也有一些討論 然後首爾他也現在做2030 柏林2030工的 像首爾已經做完了 所以他有一套他們的過程 他也是選了一些代表性的市民來做參與 跟一些專家學者 他們大概選了100到200位這樣的一個數字的 有點像是取樣 但是你說這樣的取樣 會是一個好的取法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 怎麼樣思考的話 然後我是覺得說還是一些基礎條件一定要小 就台北市是一個盆梯 他有一個發展的限制 有用水的總量限制 但是也有一些我們覺得 戶籍人口跟流動人口是同樣的公民 類似這樣的價值宣言應該是要去討論 要不然整個城市 其實不曉得要往什麼樣價值去走 所以要慢慢成立一些公眾的認知 然後 所以我自己感覺說 像我們在空間規劃界 他可能看的比較是現實性的條件 例如說 緋車水部的水就是這麼多 我們不可能再一直人口往上升 但是在社會的面向上 市民的面向上 他對於街友的態度 從以前根本有一些看法到現在 到現在的不同的看法 價值觀是會改變的 他怎麼樣在這兩個部分把它整理在於公共政策的層次 所以我覺得保守一點來講 如果代表是這一兩年 兩三年來推這件事情 或許願景的內涵實質內容 不一定那麼是最重要的 不過他是可以慢慢培養一個 大家有能力在自己的生活圈 甚至去想像到一個城市 未來一定要發展 包含日常的公民佔領機制或是什麼 好 那我簡報就到這邊 謝謝